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鸡胸指的是平常我们整个胸祸的正宗这一个骨头 这个叫胸骨 这个胸骨如果向前突 就是把它称之为鸡胸 假如说这个胸骨要往后要往里边要下线 一般这个胸壳就像一个漏斗状 这叫漏斗胸 鸡胸跟漏斗胸 这是属于小孩胸臂一个先天性的发育的畸形 比较出现的一个误区 就认为说是鸡胸或者是漏斗胸 是与小孩缺盖有关 我今天借这个机会给大家专门强调一下 这两种疾病 就鸡胸和漏斗胸 是属于先天性的发育异常的疾病 它跟缺盖没有关系 同样的道理 你在这种情况下 给小孩如果说补盖 也不会达到它的效果 你一定会让με